哈囉大家好 我是達爾 我是小皮 那我們很多人在Youtube 就是很多留言在問說 小皮呢?小皮去哪裡呢?小皮呢? 那我們其實不是不做回應 而是我們覺得如果真的要回應大家的話 其實由當事人來講才是最有意義的 否則怎麼說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說 要買就是我們有一個包裝 然後又怎麼樣怎麼樣的一個說法 我覺得與其這樣不如我們就找一個當事人來 然後告訴大家這段時間發生什麼事 小皮到底去哪裡了? 對 好那 我覺得我們一開始也不要讓大家多等 我們就直接告訴大家一個消息 就是小皮退團了 那 理由是什麼?中間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呢? 那我們就直接來跟當事人聊聊這個樣子 對 好啦我們就好輕鬆啦 對 好 對 那 就是想要讓你跟大家去說一件事情就是 嗯 你 因為 退團這件事情是你主動提的嗎? 對 那為什麼? 主要的原因是我現在是碩二 碩二 對 研究生二年級 碩四二年級 準備要畢業 但畢業前我們會有一個論文 然後論文這件事情是所有研究生的噩夢 所以我覺得那段時間就是一月的這段時間 沒辦法附和 其實論文從我們去年九月開始到現在 嗯 然後到一月的時候是完全沒辦法附和 因為我們拍片其實 其實他們拍片的辛苦就是 就是我們一個禮拜可能就是兩天在這邊 整天就整天的時間就是要空下來 然後在這邊 那我可能平常要負擔自己的生活費 所以我必須要打工 然後再來就是學業不只要上課的時間還要 課餘我們會有非常多的報告 對 我們系的報告特多 嗯 然後就會跟很多 跟班上同學就有很多討論時間 那也不能都不到嘛 要負責 對 然後再來就是寫論文這件事情 嗯 那論文課業再加上直播 然後我又再尬一個拍片 其實我是忙不過來的這樣 對 因為我們的拍片其實 大家都會知道我們其實 固定了很久 就是我們是三六商片 那也意味著我們最少最少一個禮拜 也是要空兩天出來去拍片 那我們又不可能是到了現場 我們才來擬定東西要怎麼拍 所以其實扣掉拍攝的兩天 我們大概平均最少也要再花個兩到三天去討論所有的企劃內容 或者是想一些劇本 對想一些劇本 或是想一些遊戲想一些企劃 甚至還要去想一些說 粉專的管理上要不要做什麼活動 就是要想怎麼讓觀眾開心 對 沒錯就是會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那我完全可以理解就是 嘎不過來這件事 對對對 所以 我跟小皮私底下我們也是有聊過這件事 因為畢竟其實要離開這個team 是一個很大的變動 對 那其實 不只是小皮 我們不要說是女生怎麼樣 其實就算是男生 我小李雷包 哪一個人離開了 其實一定都還是會有一堆人在問說這個人去哪裡了 因為 大家是看著我們頻道 我們這些人這樣一路走過來的 所以其實大家都會care說 這人到底去哪裡了這樣 那 呃 這麼大的事情 其實我私底下我們也是聊過很多次 其實這個想法 就是要退團這個想法 我在半年前其實就有 已經持續了半年這個時間 那為什麼就是要中間會想那麼 就是又這段時間過了這麼久 然後一直沒有做出這個決定 就是一直覺得 畢竟一個團體還是放不下 就覺得很捨不得 主要就是捨不得 對 你看我多聰明 被好了 沒有啦 那 呃 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反映到 每一個人身上 因為 呃 我們不是一個特例 不是說 就是YouTuber特別忙或什麼什麼什麼 其實每個人都是面臨到一樣的狀況 就是你的生活上不是只會有一件事情而已 那 眾多事情搭下來 外加小P其實又是一個 呃 很喜歡接觸新事物的一個人 嗯 對吧 我什麼都想嘗試一下 什麼都想嘗試一下 其實我很贊成這樣的觀念 因為我們人生在世 我們就是要 多看多學 多累積回憶嘛 對啊 那就是多做很多事 可是有時候 呃 事情太多了 真的還是必須要取捨 這是一定的 每個人都是一樣 那 呃 我也跟他私下討論過很多次 關於取捨的事情 那 你覺得你自己的目標來講 第一個會是什麼 我一直覺得 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就是想要去變所有迪士尼 因為曾經跟家人 哈哈 不要嚇我這種別人的夢 對不起對不起 去就是曾經有一年跟家人一起去 一起要出國 然後那時候想說去哪都好 反正跟家人在一起 結果我姐丟一直吵著說要去迪士尼 OK 去了之後發現 哇賽 原來這就是 我的夢想 我決定說要去變時候迪士尼 我就去查 巴黎的、香港的、上海的 然後美國有兩個 對 然後東京的 OK OK 好 去變迪士尼 OK 沒有啦 但是為了達到這個目標 當然還會有 因為 費用啦 我幾歲了 24歲 24歲 24歲也是 再過個五六年 搞不好要結婚嘛 然後也會有家庭 所以我會覺得說要找一份工作 嗯 所以也是想要達成迪士尼這目標 所以我知道我需要錢 嗯 所以就開始要去打工賺錢 然後兼裁這樣之類的 是 是 了解 好 那 因為你現在也念到 朔二了嘛 對啊 那 朔二我剛剛聽到的論文 那論文是 地獄 地獄 所以 既然用地獄來形容 所以它應該就是最主要的壓力源 沒錯 你如果在那個 ig.tag 就是hashtag 論文會出現 論文地獄 這個詞 這個篇數是最多的 是 對 好 所以 對你來說 最首先要完成的目標 趕快畢業 先畢業 學業擺第一 就不用卡著 就是排課 哪些時間都是 啊我要去上課 沒辦法 不能敲課 了解 OK好 所以我理一下 第一目標是 畢業 好 好 那第一目標就是 呃 完成你的學業 好 畢業 你要打算念博士嗎 不要 太好了 不吐 直接 噢 一聲 好 所以第一目標 未來要不要吐一聲 所以第一目標就是 先畢業 第二就是 完成夢想 完成夢想就是迪士尼 對 OK 你不要一直這樣笑 我覺得很不尊重 對不起 那你的夢想是嗎 我覺得很可愛 你的夢想是什麼 我的夢想跟妳一樣 而且我剛才很小聲 收音收不太到 好啦沒有啦 那 第二件事情 呃 迪士尼其實它背後的意思就是 就是 環遊 類似環遊了啦 就是跑遍所有的 增廣健文的一件事情 OK 好 那 嗯 覺得還有什麼 這樣講 工作上咧 因為我知道妳現在是 除了那個 碩士之外 在就是直播嘛 嗯 那除了這兩者之外 妳還有未來想要 往什麼方向走嗎 原本有想過一直想要去做信義房屋 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講出來嗎 可以啦 就是妳所這麼窄 信義 其他房屋不考慮 因為我曾經考一個不動產業員 然後就去上課 然後有去信義房屋的總部參觀 然後給我的印象就是一直都是很好的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說 喔我畢業應該是信義房屋 但這樣過了沒多久之後 我突然最近覺得 搞不好會想要去桃園機場工作 但是其實 桃園機場 免稅店 地勤或是免稅店 專櫃之類的 我應該會買 賣東西 喔 喔 嗚 OK 好 是 地勤或免稅店的店員 OK 就是在機場工作 是 因為在那邊可以接觸到 各式各樣的 外國人 所以其實還是回到一個初衷 就是多看 OK 了解 好 那 其實我們講 我們聊這些啦 其實最主要就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呃 就是 小皮他的個人 有非常多的 人生的清單啦 要去完成的事情 那也有很多 呃 有很多事情是會卡到時間的 那我們 真的就是好死不死 我們的Youtube這個 我們要說這一行也好 或這一個 這個 這個團體也好 其實他是非常需要燒時間 燒成本的 那像我個人是全職做這件事情 其實 呃 我也是一個沒有假日的人 我一到日其實每一天都是 工作日 要嘛拍片 要嘛剪片 不剪片就是去想企劃 不想企劃 就是外面多碰人 然後 拉東西 拉贊助 拉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其實 呃 我光是做這件事情 我就已經沒有假日了 而且都是一到日了 那更何況 小皮他個人 目前還有 學業要完成 或者是說 夢想要去完成 那我們說 夢想就 不單止 迪士尼啦 就是其實還有工作上 那 還有一個點是說 呃 你會想要 在桃園機場 這個 或是說 找一份穩定的工作 那你求的應該是 穩定收入 或是說 升遷還到 可以說我這樣改變 改變想要去那 想要去這 但是總歸一句 不管是去哪邊 我希望他是一個 很有體制 很有規劃 內部流程 非常好的公司 而我可以進去之後 只要我肯努力學習 我就能升遷 我就能得到我想要的薪水 或者是我就能 就能有所提升 就是這個是一個 大大的 包裝 但是其實說 如果要做什麼 好像都不排斥 都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 的初衷是這樣 嗯 了解 那 嗯 這也是 這個就是要跟觀眾說 這也是小P他 考慮很久 我們聊過之後 呃 確定 就是我們 各自去努力的一個 很大的契機點 就是因為 YouTube這個圈子 他 沒有給你 沒有辦法給你穩定的薪資 也沒有辦法 有什麼樣的升遷 這種事情來說 對 那我們頂多就是 要嘛就是說 呃訂閱數 高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那或者是說 他現在是很成功的一個YouTuber 可是 這樣子的定義其實 是模糊的 或者是說他是不確定的 比較看不到未來 對 因為你沒有辦法 一步一腳印很穩的確定說 我往這個方向努力 我會得到我要的 對 所以其實 我覺得最回到最後一句話就是 所謂的人各有志 對 對 那 嗯 再來我們之前有聊過一件事情 是關於 公眾人物的壓力 對 那 你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 人紅是非多 我不是就 嗯 這樣講到有點自非 也還好啦 也還好啦 有一點 曾經感受過 那種感覺 然後讓我覺得 欸真的人紅是非多 我覺得 那為什麼我要這樣 為什麼不能就快樂就好 不知道是誰約翰嗎 約翰是誰 然後曾經說 就是曾經在網路上有流傳 之類的 反正不知道是約翰什麼 他曾經在網路上 就有流傳一段話 就是他從小寫作文說 作文題目是夢想 嗯 老師問他說你的夢想是什麼 他回答說快樂 老師說那不是夢想 我要的是 你以後想做什麼 那是夢想 結果這個 這個學生就回答說 你不懂人生 人生就是要快樂 後來我想想沒錯啊 人生苦短 如果快樂是一天 難過是一天 我幹嘛要就是 不快樂 所以覺得不想要去被 因為紅起來 所以你可能會 有些東西 不管你怎麼做 其實不管你紅不紅 你是一平凡人 或者是你是公眾人 其實不管你怎麼做 一定會有人討厭你 對 只是放不放大而已 但是我不喜歡那種 被放大的感覺 光環感覺 或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覺得你做什麼都錯 嗯哼 了解 想當平凡人 好 平凡其實有平凡的好 這是真的 各自 各自 對啊 像是 我們的 youtube下面留言 其實 當然支持我們的 占大多數啦 這是已經很好的事情 可是 不得不說還是有很多 莫名其妙的 黑粉 或者甚至說是酸民 對 那 我們不是 聖人 我們也是一個有血有肉 甚至也是一個要看 我們會去很在意留言的人 那當我們去看到這一些的時候 心裡都是 會不舒服的 即便只是一句話 對我們來說其實都是一種重傷 對 那 我覺得 選擇自己要快樂的那條路 是 其實就是正確的一件事情 對啊 好 那 今天最主要也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欸 貓 今天最主要也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就是 小皮的 離開的一些理由啦 那我們在這邊也 就是 還是要 告訴大家 確實小皮是 離開最新紅什麼 可是 他自己個人還是有在經營 就是 IG跟 直播 對 那 直播平台在這邊可能不方便說啦 但是 就是 有在關注他 其實一定會知道他在哪邊直播 那 就是如果 有興趣 或者是說 想要一直看到小皮的人呢 那一樣歡迎 就是 搜尋 小皮的IG 對 你要不要念一下帳號 因為我們要Key字 喔 ZXC APPLE 615 OK 好 ZXC 就是鍵盤的最左邊的 哒哒哒 對 小時候 好 OK 那就是 記不起來了 等一下就自己到位去看啦 對 另外就是他還是有在直播 那 至於直播的一些細項 在哪個平台 什麼時間點 怎麼樣怎麼樣這些呢 那就是歡迎 就是多追蹤他 那一樣還是可以關注到小皮的 那 另外還是 要在這邊跟大家講啦 就是雖然說 小皮可能在這邊 影片上面不會再錄出了 可是 我們還是會繼續持續的產出 就是 有趣的影片 不管說是短劇也好 遊戲也好 或者是 生活的一些 小Vlog 什麼都好 對 我們還是會持續的 顧好我們的品質 然後讓最近紅什麼的頻道 是好看的 影片是優秀的 持續往上 那在這邊呢 就是希望 小皮可以繼續往他 自己想要的目標 更快樂的目標去前進 對 那你偶爾要拍大片的時候 我可以幫你打工 對 你不能放那張照片 我不會放 我連剪都不會放 我不會放 我不會放 自己放手機私場就好了 OK 好 那在這邊呢 我有準備一個迷你的小驚喜 對對對 就是呢 目前 只有我跟你說再見 那我覺得這樣子其實 不太好 沒有喝樂融融的感覺 對 那在這邊呢 我就 讓大家 跟你說 大祝福你 這樣子 那我們就 對 我的沙發很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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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重拍這個嗎 再說 再說啦 不行 再說啦 再說啦 至少我們不會把抱枕給丟了 沒有啦 本來就不會啊 本來就不會 沒有 好 那 我真的很急 像個美人的姿態 很性感 很性感 對 好 那就是 在這邊 也好好的就是 大家一起 我代表系列跟你說 就是大家一起祝福你 可以往更好的地方去前進 然後 加油 對 好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 持續關注小皮 關機 對不起 持續關注小皮 跟持續關注我們最近洪生吧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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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